哈囉 各位來自歐洲的蜂友們 大家好啊 歡迎收看肯倫的影片 今天的影片主題是 使用瑞智葫蘆從10等升到200等的方法喔 我會直接示範升級方式 再介紹葫蘆的取得管道以及使用方法 相信一定可以幫助到各位 也記得要將影片看到最後喔 幾天前呢 肯倫的頻道已經獲得了1800訂閱的支持 而這次呢 只要達到5000訂閱 我們就會在YT頻道戳出一台PS4的主機 如果還沒加入肯倫YT 可以考慮訂閱起來唷 好 接下來這個部分呢 是事前準備 那我們第一個要準備的東西呢 就是一隻10等的角色 登登 我們已經準備好了 就是這隻凱因 奔生凱倫 他就是我們這次影片的主角啦 要怎麼樣從10等升到200等呢 是不是很期待呢 接下來我們要準備一顆已經累積滿的 瑞智葫蘆 登登 瑞智葫蘆 好 他上面有說 累積的擊殺數量10萬隻 沒錯 已經滿啦 好 接下來第三個東西是 與副官潘橋 使用聯盟硬幣購買3罐 上級聯盟成長秘藥 潘橋在這 好 那我們來購買這個 上級聯盟成長秘藥3罐 好 我們已經萬事俱備了 沒錯 準備了這三樣東西 1 2 3 等一下呢 我們就能夠從10等升到200等啦 好 現在呢 我們就要來實測這個升級的方式喔 好 那我們似乎意思就開始吧 一開始呢 我們先將瑞智葫蘆 好 地質角色 分身凱倫 沒錯 我們按4 恭喜成為地質角色 分身凱倫現在可以開始使用 葫蘆裡的擊殺數量來獲取經驗值囉 好 那這個葫蘆呢 最高能夠提升到220等喔 但是我們目標是200等 我們就不用看到這個啦 好 來 他這邊都有說一些注意事項喔 對 使用背包的這個葫蘆之後 等一下我們就來直接實測吧 OK 就在這兒啦 這邊呢可以按接收經驗值 然後他就會跳出一個視窗 對 那我們現在就直接來升級 他每一次呢 就只能升10級 所以我們需要按17次 那這個等級呢 因為他會慢慢跳喔 所以呢 我們就看下面這個最準了 我們就直接先升到 剛剛說的170等吧 到了170等了 沒錯 不過那170等之後呢 我們現在呢 要吃到大概178等 51%左右 那大概要多少才能夠升到這個經驗值呢 我們先抓個12000 嗯 對12000 好 他說吃角色可以提升到178等 好 那我們就這邊會預測 不過%數不確定喔 等一下要吃到這個51% 好喔 那我們目前就有到這個38% 所以還需要吃一點 38% 那大概再吃個100 我們來慢慢吃 喔 100大概加了約 剛剛38嘛 那這個45 大概6%左右 那我們再吃100 好 好 沒錯 我們大概到了這個51% 雖然說有點 這個超出一點 不過沒關係喔 如果如果 等一下我們 真的沒有到200等沒關係 我們還有一個超神的補救方法 這個東西呢 等一下再跟大家介紹喔 好 那我們適不遺迟來吃三罐這個 上級聯盟成長秘藥喔 他呢 喝一口可以獲得49%升級所需的經驗值 那可使用的等級是160等到179等 那我們就開始吃吧 登登 升級一波 登登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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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我們吃完了 大量的經驗值 湧入我們的這個 藍位啊 好 繼續吃下去吧 接下來就是把葫蘆灌滿的時刻了 Let's go 登登 189等 199等 我們還有一點點 200等 沒錯 就是這麼簡單的 是不是覺得 唉唷有瑞智葫蘆升到200等 簡直是輕鬆到不行呢 好 這個升級的方法就在這邊介紹給大家啦 我相信這個過程應該也是蠻簡單的啦 這個就是我們的升級方式介紹給各位啦 如果不小心在吃葫蘆的時候 沒有升到200等怎麼辦呢 可以點選左邊的白色燈泡 然後接取避難所來自新村莊的信件 然後花一分鐘的時間解完 就能夠獲取大量經驗喔 不過這裡要特別注意的是 只能用在199等50%左右 所以如果吃完葫蘆沒有到這個量 還是得慢慢練上來才能使用喔 練戰敵的朋友如果練到199等50% 也可以透過這個方式快速上200等喔 六 瑞智葫蘆的取得管道 黃金蘋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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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因為不管你自己抽還是懸賞抽 目前都只能透過抽黃金蘋果的方式來獲取 所以我要說三遍 但還是有例外啦 曾經某一期的HD 最後一個有出過瑞智葫蘆喔 所以大家其實還是可以期待一下的啦 第七部分 瑞智葫蘆的使用方式 其實瑞智葫蘆的使用方式呢 只要你有瑞智葫蘆 它在上面都有圖解教你如何去使用喔 那我們就照著圖來一起跟大家 學習怎麼使用瑞智葫蘆吧 瑞智葫蘆 對就是以師傅角色擊殺的怪物數量 來贈送給地質角色的魔法道具 所以呢 我們這個第一次使用瑞智葫蘆角色會成為師傅角色 也就是我們現在的這一隻 推取肯蘆喔 那師傅角色擊殺等級範圍內的數量 然後瑞智葫蘆最多可以累積10萬隻 那等級範圍就是 大家常說的正負20等 完成累積擊殺瑞智葫蘆 搬移到帳號內其他角色來使用時 使用的角色就會成為地質角色 然後地質角色 比照累積的擊殺數量來獲得500%經驗值 那這500%並不是指說師傅打了怪的500% 而是地質角色正負20等的怪物的500%的經驗值喔 對 師傅角色和地質角色決定一次就無法再變更關係 所以要選擇 所以大家要選擇角色的時候要特別注意喔 像我們現在要選擇的師傅角色 對 然後這邊有一個很重要的紅色字體喔 那我們來看一下 地質角色條件等級 地質角色條件是等級比師傅角色還低 然後等級不能高於220等 那我們剛剛也有看到嘛 葫蘆只能吃到220等喔 但吃到200等以上的效率就會變得很差 然後不是皮卡丘 然後神之子燃燒角色的角色 對 就是說這三個角色的限制呢 他們是不能使用葫蘆的喔 所以呢 除了這三個角色 其他人都不能夠吃葫蘆 等到設定的最大等級時 無法獲得這個經驗值 200等之後獲得的經驗值大幅想減少 這我們剛好提到喔 好 接下來呢 這邊就講到 對就是我們這 還有重新再講一次 怕我們沒有看清楚 師傅角色低的等級 然後等級是220等前 都可以獲得經驗值 而且喔 瑞之葫蘆是每帳號同時只能使用一個 意思就是說 假設我現在有一顆葫蘆 我已經把它練滿了 10萬之怪打完了 那我現在又想再練另外一顆葫蘆可以嗎 是沒辦法的喔 因為你另外一個葫蘆拿到身上 它依舊會顯示說它已經收集完10萬之怪 所以你必須使用完之後才能夠再次累積 那我們再下一個 對 我們師傅角色要用Twitch肯倫嗎 對 要把它設定為師傅角色嗎 當然啊 如果我們平常練等的話 肯定是最適合師傅角色的喔 好 這時候很好 開始用Twitch肯倫 來擊殺等級範圍內的怪 好 那我們這邊 OK 當我們接取完之後 師傅角色會出現一個這個葫蘆的圖案 那我們就倒一個圖 來打一下 那累積的數量呢 就會存到這個葫蘆裡面 然後你們可以看到旁邊 有顯示數量 那個是數量喔 不是經驗質量喔 是怪的數量 所以我們必須累積10萬之怪 對 沒錯 使用葫蘆的方式就是這麼簡單的啦 還有什麼不清楚的 我們都可以在下方留言板討論喔 好啦 以上就是睿智葫蘆 從10等到200等的升級方式啦 希望能夠幫助到你們囉 如果覺得影片不錯 記得按下訂閱 並且開啟小鈴鐺 你們的訂閱就是最大的支持 那這支影片就到這裡囉 我們下部影片見 大家掰掰 我們下部影片訂閱 跟你說明一下 我們下部影片見 多視頻 影片遠足